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狂热恐怖分子偷盗核弹 要把全人类全部炸死的 美国动作冒险电影 谍中谍4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影片一开始 俄国莫斯科高级监狱内 前CIA精英特工阿汤格 因为故意杀人被关进了这里 然而 此时外界的特殊时期 再加上不稳定的国际形势 这时美国政府不得不展开一些秘密行动 而最佳人选无疑就是阿汤格 于是 这天夜里 IMF特工卡特和班吉 便来到阿汤格所在监狱 准备实施营救行动 班吉远程入侵监狱安全系统 随之打开牢门 把所有罪犯都放了出来 争乱之际 卡特迅速到达下水道指定位置 开持着手拼装科技武器 与此同时 监狱内的阿汤格也听到了营救信号 随后一路杀出重围 带着县人来到逃生指定地点 下一秒 逃离途中 为保护县人人身安全 阿汤格便把他打晕偷偷转移了 事后 卡特将任务大致内容告知了阿汤格 几天前 他和班吉以及局内哈特工三人 奉命去截取一份机密文件 在三人天衣无缝的配合下 哈特工成功拿到文件 求不料撤退之际突然遭遇一伙神秘人袭击 哈特工使出浑身解除摆脱了追击 可惜还是被江湖女杀手莫罗捡漏杀害拿走了文件 而文件里记录的就是俄国核弹发生密码 一据先前情报 阿汤格表示 IMF一直在追踪一个极端分子 代号柯伯 这家伙的目的就是不惜一切引爆核弹 因此 阿汤格怀疑柯伯就是幕后主持者 没过多久 三人来到一处电话亭 局内又给阿汤格发送来一个新任务 内容要求他装扮成某位俄国将军 潜入克里姆林宫查找柯伯资料并确定其身份 因为 这是目前最省时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协助队友自然就是卡特和班吉 按照惯例 每次揭取完任务后 情报都会自动销毁 然而这次机器却没有反应 行动正式开始 卡特利用轻气球向克里姆林宫建筑物内 投放了一个信号干扰器 阿汤格和班吉则敲装成俄国军官 利用身份植入器顺利骗过守卫 随后一路来到克里姆林宫档案室所在楼层 阿汤格着手屏蔽摄像头后 他和班吉又迅速支起一个全息投影仪 投影仪可以动态捕捉观察者的眼睛 使其看到的画面不会有太大改变 简时机成熟 单机模拟建筑漏水声成功骗走守卫 一番缓慢但有效的行进之后 阿汤格顺利进入了答案室 然而 与预想中不一样的是 这里并没有关于科博的资料 就在这时 小队通讯频道突然响起一个陌生声音 声音同样在诸多守卫耳中响起 阿汤格动感不妙 当即终止行动分头撤离 显然几人计划已被对方知晓 沉乱之际 阿汤格淡定走出建筑 随后脱下伪装 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路人 却不想 就在这时意外再次来临 再次睁眼醒来时 阿汤格发现自己已经被送进了医院 床头还有个俄国探员守着自己 探员名叫老王 前阿汤格苏醒 老王便给他播放了一段录音 正是之前小队通话的内容 老王笃定 阿汤格就是策划袭击的真凶 阿汤格自知理亏并没有反驳 只是偷摸取下病例上的回行针 随后趁守卫松神之际 果断打开手铐 准备跳窗逃跑 却不想 楼层过高被老王堵个正着 看着眼前一幕 老王嘴炮嘲讽阿汤格不敢跳下去 本来阿汤格也确实要放弃了 结果刚好一辆汽车在楼底启动 阿汤格健壮果断扯下腰带 随后一套丝滑小连招顺利逃脱 时间来的晚上 阿汤格如约见到外交部长 以及对方首席参谋英演 针对克里姆林宫被诈一事 部长给出了一个很不好的答案 俄国已将此事认定为就是美国干的 两国国际形势再次变得剑拔弩张 为了缓解当前紧迫关系 美国总统启动了幽灵协议 大致内容就是 此事所有矛头都指向IMF机构 换句话说 IMF机构已经名存实盲了 国防部本意是想将阿汤格当作 剃罪羔羊摆平此事 但是部长不愿颠倒黑白 熟是熟非他还是分得清的 于是部长便交给阿汤格一个优盘 并暗示他尽快想办法查清此事 当然 如若这次行动失败 阿汤格以及他的小队也将永远背负罪名 被迫成为真正的恐怖分子 下车前 阿汤格想起当初从克里姆林宫逃离时 碰到过一个拿着手提枪的男人 细节反复确认后 英言表示此人就是柯伯 阿汤格听闻顿感不妙 柯伯已经拿到核弹启动箱 女杀手莫罗也已夺得核弹发射密码 如若两者暗中交易 后果简直难以想象 不料 话音刚落 几人乘坐的车子便遭遇俄国特工的袭击 部长和司机当场身亡 车子也在爆炸中掉进了湖里 岸上数名特工还在不停开枪射击 危机时刻 阿汤格机智将照明弹塞进司机尸体 成功吸引特工火力输出 随后带着幸存的鹰眼讨治夭夭 时间紧迫 两人迅速赶到安全屋车厢 卡特和班吉早已在此等过多时 通过读取油盘 几人看到了一段录制影像 内容正是柯伯大肆宣扬引爆核弹带来的好处 他认为核战争是自然进化必要条件 只有毁灭后的重生才是真正的平等 一据现有情报 莫罗将在36小时内前往迪拜入住迪拜塔酒店 而柯伯也派出了助理特伦赶往那里 显然两者必然是奔着交易去的 而小队的任务就是阻止他们交易 不同以往 这次行动他们没有卫星 没有支援 也没有退路 有的只是小队四人以及车厢装备 他们将作为IMF最后中间力量完成任务 这点计划也很简单 就是想办法接近特伦 然后顺藤摩瓜找到柯伯 没过多久 四人小队先一步赶到迪拜 行进途中 几人又琢磨了套方案 首先他们要给两个房间进行包装 让莫罗和特伦都误认为是在真正的交易房间 其次 卡特负责伪装成莫罗与真特伦见面 班吉则伪装成特伦与真莫罗见面 鹰眼就充当班吉助理 从而完成调包截获真的核弹发生密码 很快 四人小队便入住了迪拜塔酒店 然而 想要顺利实施行动 就必须侵入掌控酒店安保系统 但悲碎的是 酒店安保防火墙都是军用级别的 班吉表示 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接硬线 将电脑连接系统插进酒店主机房 但不用想也知道 如此重地必然看守森严 从正门进入属实有点不切实际 一番思索过后 阿汤哥决定顾忌重施 他要从大楼外面攀爬进入机房 班吉在这时给了阿汤哥一副科技手套 时间紧迫 阿汤哥抓紧开始了行动 结果半路手套没电了 好在 阿汤哥幸运女神附体 最终有惊无险成功踹碎玻璃进入了机房 将连接系统插进主控制器后 班吉立即侵入酒店安保系统 不费吹灰之力 连轻松控制电梯和摄像头 改好校准数值 班吉由协同卡特换上预定房间号码 怎料就在这时 莫罗竟然提前来到酒店进入了电梯 显然想从电梯逃跑已经来不及了 情节之下 阿汤哥直接甩出机房绳索 随后一把抓住绳索狂奔而下 结果半路又发现绳子不够长 无奈之下 阿汤哥只得再次展现身法绝学 一招大摆锤 成功砸到小队房间窗框 好在鹰眼卡特几时出手 这才化险为夷将他拉了回来 短暂平息后 鹰眼戴上了可以拍照传输的科技隐形眼镜 眼镜连扎两下就能拍出文件照片 只不过数字排序是混乱的 本以为计划终于可以顺利进行 却不料特伦竟然又带着一个密码鉴定专家赶来 这让几人想要蒙混过关的计划彻底落空 所谓货不单行 小队3D人连打印机就在这时发生故障 眼镜约定交易时间就要到来 情节之下 阿汤哥决定不带面具进行交易 至于原因 就是赌双方此前没有见过面 按照惯例 几人果然没有见过面 那么计划也可以顺利进行了 考虑到后续事已周全 阿汤哥顶替班提前来和莫罗交易 首先 鹰眼以鉴定核弹密码为由 成功拍下文件照片传到卡特那边 特伦的鉴定专家发现密码无误后 便将交易钻石交给了卡特 班提则在这时 乔装服务人员调包钻石 然后再将钻石转交到阿汤哥所在的交易房间 就这样一场天衣无缝的钓包行动完美实施 按照计划 现在只需要追踪特伦就可 却不想 就在双方准备撤离的时候 莫罗竟然发现了鹰眼带的隐形眼镜 冲突一触即发 沉乱之间 莫罗拿上钻石迅速开溜 得知消息的卡特急忙追了上去 摆平莫罗手下后 阿汤哥也依据打印纸张上的特殊信号 一路狂奔开始追踪特伦 此时 抓到莫罗的卡特已经和其大战起来 原来 之前死去的哈特宫是卡特男友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动其手来自然也是凶狠无比 一番激烈交锋 终究卡特更胜一筹 一脚将莫罗踹下了大楼 与此同时 酒店外面恰好刮起沙山豹 漫天晃沙中 阿汤哥与特伦展开对决 一番苦力角逐 终究还是没能抓住特伦 反观逃走的特伦 顺势扯下脸上面具 原来对方竟然是柯伯本人 好家伙 白忙活了一整天 任务失败后 阿汤哥百思不得其解 他认为肯定是小队中出现了内鬼 而矛头自然也就指向了鹰眼 毕竟 他的身手可不像首席参谋那么简单 事到如今 鹰眼只得坦白自己特工身份 不过 由于某些原因 他无法说出真相 但可以保证 自己绝对不是内鬼 时间不等人 闹聚过后 阿汤哥独自出发 准备去找线人寻求线索 对方走后不久 鹰眼向卡特和班吉 说出了隐藏秘密 原来 鹰眼任职特工时期 曾奉命去克罗地亚 保护一对夫妻 然而不幸的是 任务途中突发意外 致使男人妻子被敌人残忍杀害 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 回国后 鹰眼便辞去外请工作 担任参谋一职 直到几天前 他见到了阿汤哥 而他正是死去女人的丈夫 阿汤哥之所以被关进监狱 也是因为杀害了那几名凶手 之则 真相全部明了 另一边 阿汤哥一路辗转 顺利找到线人 就是影片开头 从监狱中救下的那个男人 在他的引荐下 阿汤哥结识了男人表哥 对方是贩卖军火的黑贩 想必应该与柯伯打过交道 在交给对方相应报仇后 阿汤哥如实说出了 柯伯想要引发核战争的事情 黑贩听闻没有选择合作 却仅会说出一些最近行情动态 比如 俄国通过第三方 卖给孟买某位富商一颗战略卫星 阿汤哥听闻描动其中含义 于是便紧急集结小队出发孟买 不料几人前脚刚走 黑贩就将他们的行踪告知了老王 一据情报 购买卫星的富豪名叫布吉娜 是当地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阿汤哥猜测 柯伯就是想用这颗卫星发射核弹 所以几人必须赶在他之前关闭卫星 为了获取卫星接入密码 阿汤哥决定委派卡特色诱布吉娜 一切准备就绪 四人小队正式开始行动 阿汤哥带着卡特来到当地明流会场 顺利见到了布吉娜 随后卡特一招媚眼Wink 成功引诱对方 进而依靠暴力手段 从其嘴里套出了密码 按照计划 班级远程黑入机房系统 顺势关闭巨型散热风扇 鹰眼则身穿特制磁悬服跳入通道 之后凭借特制磁力车引导 顺利进入了中央计算机阵列 然而还未等他输入密码 机房将突然中断控制 重新运作起来 原来柯伯已经提前一步赶到当地电视台 并植入电脑病毒阻断了卫星服务 较准完成战略卫星参数后 便命令助手特伦输出全新密码 拦截俄国潜艇通讯的同时 又下达了发射核弹的指令 潜艇司令核实指令无误后 便打算向指挥部进行最后确认 却不想柯伯再次干扰通讯 就这样 一颗蔑视核弹飞向了美国 另一边 班级通过信号搜索 锁定了柯伯所在位置 阿汤格迅速带着卡特赶过去 回过头 班级调节风扇将风力调得最大 借助伊福特性和风力加持 鹰眼惊险脱身 核弹已经发射 阿汤格决定启动最终计划 那就是抢夺柯伯手里的核弹启动箱 从而中止核弹爆炸 两人驾车赶到时刚好碰见柯伯 柯伯见识不妙 撒牙子就溜 并事先吩咐特伦去毁掉运行主机 一番火力交锋 卡特则不幸受伤 没过多久 鹰眼和班级终于赶来 却不想挨牵刀的特伦又把电源断了 时间紧迫 三人急忙着手开始修复服务器 不然就算阿汤格拿到箱子 他们也无法传输终止指令 柯特和班级负责修理主机 鹰眼则独自去连接电源 另一边 阿汤格一路追击科伯 来到一处立体停车场 本着能动手尽量不吵吵的职业准则 两人直接大站起来 一番殊死打斗过后 眼见大势已去的柯伯 竟然抱着箱子 静止跳下了停车台 要说玩命这一块 我阿汤格就没带怂的 缓过气的阿汤格费力爬了过去 随后打开启动箱 按下了中止按钮 然而 核弹却并未停滞下来 原来是鹰眼那里出了状况 此时正与特伦大打出手 眼见距离核弹袭击时间越来越近 危机时刻 班级率先一步修好主机 随后赶去帮忙 一枪了结了特伦 最终 小队全部顺利完成分配工作 阿汤格也赶在最后一秒之际 按下中止按钮成功关闭了核弹 至此 核弹危机彻底解决 事后 稍迟赶来的老王看到眼前一幕 瞬间明白了 是自己诬陷了阿汤格 原来 此前黑帆与老王联络的事情 也是阿汤格密谋的 目的就是证明自己清白 由于之前核弹失去动力 掉进了海里 这时许多民众都好似看见了什么 为防止舆论压力继续扩大 阿汤格的老朋友卢瑟帮忙处理了此事 经此一议 小队四人建立身后友谊 鹰言也坦言向阿汤格说出了那个秘密 反过阿汤格听闻只是微微一笑 原来 朱利亚并没有死 所有事情都是IMF事先策划好的 一方面是为保护朱利亚人身安全 另一方面 阿汤格也正好顺势进入监狱 从而完成组织交代任务 也就是调查科博 得知真相的鹰言终于释然 同意了加入阿汤格的特工小队 最后 阿汤格与朱利亚隔街相望 两人都明白彼此心意 正所谓心若相知 无言亦默契 阿汤格安然转身离开 因为前方还有更艰巨的任务等着他 《碟中碟4》生用于2011年 是当时《碟中碟4》部曲中 口碑最好的一部 花样形影的动作戏 意想不到的高科技 一如既往的大场面和刺激特效 使得影片再上一个档次 无论是观赏性还是商业性 《碟中碟4》都是无可争议的巅峰之作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